大家好,欢迎观看西美科技 那我们今天来看看 马来西亚最近刚刷布的 M Plus Merck CE 好,我们来看看它的价格 那目前在马来西亚 它的低配的价格是1399马币 高配的话呢,是1799马币 那位好消息告诉你们哦 OnePlus的Shopee官网 在21号会有一个slash sale 高配的只需要1599 好,我们说完价格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盒子 我们看一看这个盒子 我让你们看一下 它跟OnePlus Merck很像 我觉得它的设计真的很好看 我们再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呢 里面有个手机,当然啦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盒子里面有什么 这盒子里面有个 它里面的手机壳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手机壳 我觉得它的材质还蛮好的 完全可以防指纹也可以防水 好,我们再来看里面有什么 里面有个信卡针 还有一个非常贴心的感谢信 以及一些user manual 然后还有这个特别好看的sticker 如果你们是OnePlus的Fans 我相信你们会很喜欢 我们再来看看里面还有什么 里面有个支援 tipsword的快充器 按照OnePlus的官方说明 0%到70%只需要30分钟 好,我们再来看 还是一样 红色的type-c cable 我觉得红色的type-c cable真的是很好看 好,我们开箱完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机 这是蓝色 好好看的蓝色 OnePlus Note 11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黑色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蓝色啦 但是这个蓝色呢 它的材质其实还蛮不错 我觉得它的手感很不错 而且它还蛮薄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 它有多薄 然后它拿起来就是 我觉得它也不会太大 差不多吧 你们可以看 那个感觉 我觉得它的手感非常的不错 虽然说它是红色 但是它真的是摸起来那种感觉 它是mat的 所以就是不会沾指纹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一下右边有什么 右边有一个power button 然后呢 左边有volume button 以及SIM卡槽 我们再看看下面有什么 下面呢 有个耳机孔 如果你们有用有线的耳机的话 那这是一个好消息 以及还有type-c的充电孔 还有一个speaker 我们再来看看一下它的后面 它后面有三个camera 64MP的主相机 以及8MP的ultrawide 2MP的def camera 以及16MP的自拍相机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OnePlus Note CE的屏幕 OnePlus Note CE搭载了 6.43寸的屏幕 AMOLED屏幕 1080p 支援90Hz刷新率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一下 OnePlus Note CE的配置 OnePlus Note CE搭载了 Snapdragon 750G 以8GB的ram以及256GB的内存 最后我们来说说它的电池 OnePlus Note CE搭载了4500毫安的电池 支援30W的快充 好 OnePlus Note CE的开箱以及上手体验 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 Bye